我剛才真的很火大 我跟他講說 媽媽已經過世三天了 你們現在還要打電話來問他的體溫嗎 我說如果院方這邊有上報的話 你們會不知道 這個人已經已經已沒嗎 你們沒有資料嗎 三天了耶 三天了你們打電話來問一個死人體溫 你對家屬是不是又造成了一次傷害 明天好後請 警告暩 Just 16 Halk 才是下午 剛好還是在領港上面 就接到桃園衛生局的電話 我後來跟他講說 你們早 是有什么事吗 他说我这边是卫生局 我才跟他讲 我当下真的很火大 我跟他讲说 妈妈已经过世三天了 你们现在还要打电话 来问他的体温吗 当时对方的人是错二 所以我才问他 我说如果院方这边有上报的话 你们会不知道 这个人已经已没吗 你们没有资料吗 三天了耶 三天了你们打电话 来问一个死人体温 你对家属是不是又造成了一次伤害 我们就真的很不明白了 一个死亡证明书就已经这么乌龙了 然后你卫生局 三天过后 人死了三天过后 还打电话过来问体温 问身体状况 我就跟医院讲说 你们真的承认 这个院内感染真的有那么难吗 多对妈妈多一点点照顾 真的有这么辛苦吗 那现在妈妈没有了 你们来打电话来 跟我讲说要学学生 是不是会太晚 我去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有没有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在一个空间里面 麻烦他们多照看一下 第一天晚上妈妈打电话跟我们讲说 她喉咙很不舒服 她一个人在这边她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 第三天早上的清晨 7点20分通知我妹妹说 妈妈过世了 然后是在7点04分过世 我们可以接受吗 当初她说妈妈是有把养灶剥胎了 所以妈是心肺衰竭过世 当初如果说旁边有人多照顾一下 妈妈现在不会走 通知殡葬夜神来接妈妈的大礼 问题是我们接不到 为什么 因为史宏圣明书根本开错了 我们等第一张史宏圣明书等了两个多小时 是 结果到史宏圣明书到第一张业者的手上的时候 他是开肺炎过世 是 没有新冠肺炎这个官商 后来退回去重开 妈妈是裹着两层丝大眼 你知道吗 这样子被人家这样子马上24小时这样子被烧掉 我们等不到一个说法 我们真的等不到一个说法 问他为什么当时没有直接开新冠 他们也说不知道 他们说不知道 我听到 护士说 有确诊者要出来要跑出来 又从隔离病房跑出来 然后护士叫大家都把 护士帮大家都把病房的门关起来 叫大家都不要出去 因为确诊者跑出来怕被感染 后来护士就去叫楼下那个主警队的上来帮忙 协助他们 后来护士是不是也因此而有人就是染疫这样子 你有听说吗 我是不清楚是否有因为这个原因染疫 可是 几率 蛮高的吧 因为 他要出来之前 他们才紧急的穿防护衣 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穿好 这一个複雅 是我们还有一个新冠民的 有些帖子 在区别的人 在区别的人 就帮助他们 买到了 在区别的人 就是 有人 其实这三个月 三个多月来 还没有确诊之前 我们还是真的很感谢 院方的医护人员对妈妈的照顾 是从确诊之后 让他们隔离 这段时间我们家属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接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